每个人都会有喜欢的人 那么肯定也会有讨厌的人 这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每个人的审美和三观都是不一样的 人生在世 你不可能被所有人都喜欢 也不可能被所有人都讨厌 所以你没必要 因为别人讨厌你而暗自神伤 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观 个性和喜好 正因为如此 我们无法迎合每个人的期望 也无法让每个人都喜欢我们 尽管我们可能努力做到最好 但总会有人对我们抱持不同的看法 这是无法避免的事实 然而 遇到不喜欢我们的人 并不代表我们有缺陷或错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和偏好 而这并不一定 与我们的个性或行为有关 因此 当有人讨厌我们时 我们不应该自责或沮丧 相反 我们应该保持自信和自爱 坚信自己的价值 不是取决于他人的意见 另一方面 我们也不需要追求被所有人喜欢 这是一个不现实的期望 因为每个人对于人际关系 都有不同的需求和范畴 寻求被所有人喜欢 只会让我们迷失自己 变得不真实 相反 我们应该专注于 与那些真正理解和接受我们的人 建立深厚的关系 重要的是 我们要学会尊重他人的意见和感受 同时也要学会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不被所有人喜欢并不代表我们是错的 同样 被所有人喜欢也不代表我们是对的 我们的价值和身份并不取决于他人的评价 而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自我认识和内在价值 此外 我们也要学会 处理他人的批评和负面评价 虽然有些评价可能是出于善意的建议 但有些可能只是出于刻薄和嫉妒 我们应该学会区分这些评价的真正意图 并从中吸取有意的建议 同时忽略那些无意义的批评 总之 人生中 我们不可能被所有人喜欢 也不可能被所有人都讨厌 这是正常的现象 并且并不影响我们的价值和自我价值 我们应该学会接受自己的独特性 不去迎合他人的期望 坚持做真实的自己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活得更加自在和快乐 总是会有人发现 你身上的闪光点而喜欢你 当然你也没有必要 因为讨厌一个人就对他斤斤计较 恨不得让所有人都孤立他 置之不理 学会眼不见心不凡 如果你真的很不喜欢一个人 那么你就不要理他好了 不要和他有任何的接触 眼不见心不凡 公司里有个同事非常让人讨厌 总是喜欢在别人背后 说另一个人的坏话 添油加醋地抹黑别人 开始一些爱听八卦的同事 总是会和他凑在一起聊天 结果没过几天 他就在别人的面前说那些同事的坏话 久而久之大家都知道了他的真面目 不愿意和他相处 也不愿意听他说话 他发现大家不理他之后 没有了倾诉对象 他也消停了很多 对待这样的人 如果你面对面地和他吵架 最后他转头 就会添油加醋地重伤你的为人 受伤的还是你自己 只有不理不睬 才是对付这种人最好的方法 以前学校里也有一个很凶的小男生 横行霸道 喜欢拉帮结派 开始一些好事的学生 会和他一起孤立别人 后来他的霸道让所有人都觉得不舒服 谁要是敢离开他的帮派 他就会找别人的麻烦 最后没有谁再站在他的旁边 他成为了那个被孤立的人 每个人的身边 都会有一些让人讨厌的人 你越理他 他就越来劲 更加会做出一些让你烦恼的事情 只要你对他置之不理 他很快就会发现 自己做的事情毫无意义 非常无趣 那个时候他自然而然会消停下来 所以说对待讨厌的人 最好的方法就是远离他 学会不动声色地和他相处 碰到的人事物越杂 你更该学会面不改色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在这个世界上 你总是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人 有的人和你趣味相投 聊得来 有的人却和你三观不同 甚至让你心生厌恶 小时候 我们讨厌一个人时 总是会翻脸 不愿意委屈自己和讨厌的人做朋友 长大以后 我们变得更成熟了 也应该学会不动声色地做自己的事情 哪怕面对讨厌的人 也应该面不改色 在事业上 你的甲方公司 很有可能有一些让你很讨厌的地方 但是你作为公司的员工 一定要为自己的公司争取利益 就算你在讨厌对方 也不能够因为讨厌就丢了分寸 照样要笑脸相迎 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 你的隐忍和服务 会为你获得更多的金钱和地位 相反 如果你因为讨厌对方 就对他们做出一些不尊重的事情 你很有可能会因此丢了这份工作 自己的确是开心了 没有受到任何的委屈 但你的工作也丢了 没有了任何经济来源 你的好物是小事 生存下去才是最重要 生活中 你会遇到更多让你讨厌的人 比如说你朋友的朋友 你父母的朋友 他们可能也不喜欢 你每次讲话都咄咄逼人 让你忍无可忍 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学会忍耐 不能当众和他们撕破脸 因为你们中间还加着朋友或者父母 你的行为会让他们尴尬 没有面子 对方对你咄咄逼人 而你却笑脸相迎 相信很多人都会为你的气度表示赞叹 作为一个成熟的大人 面对自己讨厌的人 应该学会不动声色 为了照顾他人的面子 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当你踏入这个社会的时候 你会发现自己的喜好并不是那么重要 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更好的 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去 就算受点委屈也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合则聚 不合则散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和你百分百的相似 有的人能跟你聊得来 有的人却和你三观不同 就算他和你三观不同 但是只要没有做出什么伤害你的事情 你也没有必要多多逼人 既然不喜欢 那么选择远离就足够了 没有必要撕破脸 也没有必要教唆别人去孤立他 你只需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够了 不用去管别人 如果对方和你有利益上的往来 你应该分清轻重缓急 不要因为一时冲动 而毁了自己的利益 生存往往比自己的喜好更重要 为了更好的生活 有时候委屈一下自己 也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